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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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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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惨遭肢解 当时发掘出的是三个孩童的骨骼 都被肢解 其中有一个小孩的脊椎上面 还保留有被射杀的骨椎的现象 留在椎骨上面 在以往的发掘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证据非常的确凿 骨骼专家研究出 他们死于他杀 这些少年被伤的时间 正好就是星街遗址的话 走向衰落的时期 在一堆散乱的骸骨中 考古人员清理出一段小孩的脊椎 脊椎骨上横穿一根精锐的利器 残留的椎骨 触目惊性 椎骨上的利器 很有可能是用来取肉踢骨的 专家猜测 这些被肢解了的小孩 很有可能是被吃掉了 为什么在这么高度发达的文化遗址中 竟会出现如此骇人的一幕呢 到底是什么力量 去使人们吃掉这些年轻的部落成员呢 三具遗骸所在的教学下面 铺着一层黄土 黄土下还残留着少量的粮食颗粒 人类学家研究 遗骸放置的方式 办合了神秘的仪式 血声 血声 是史前部落人的祭祀方式之一 在血声祭祀的时候 祭祀会把刚杀死的人织紧 然后把尸骸和粮食 放在一起烹煮 供奉神明 发现遗址的神秘灰坑 不是储粮坑 而是祭祀坑 在这里 部落祭祀将小孩杀死后 用来祭祀 就这三具小孩的骨骼 明显能看出来 就是头 四肢 身体 都是被分开的 是被肢解掉的 头颅放在一块 肢骨放在一块 躯干放在一块 这个现象非常明确 刚好 它又是在明确的 储藏粮食的教穴的底部 可能和史前的一种 关于祭祀 有关系 这种仪式是有关系 有一定关系的 可能用这种方式之后 就会祈祷粮食丰收 五股丰登 可能有这种含义 因为它刚好是出在 和粮食有关的教学下面 这里曾一度盛行过巫术 新街遗址中 陆续发掘出来大量的陶器 和四股丁等器物 暗示着这里曾经举行过很多祭祀活动 然而在新街遗址所在的时代 一般的祭祀是不需要用人类作为牺牲品的 但是用人类来祭祀生命 是等级极高的祭祀 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远古部落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要用到这么高等级的祭祀呢 难道这个部落曾经发生过可怕的饥荒 所以采用最高等级的祭拜仪式 新街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陶器中除了祭祀用品 还有各种盛装食物和饮料的器具 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拼队与修复 大部分陶器碎片展现出完整的气形 为重现新街居民的生活面貌 提供了真实的资料 瓮 斗 拨 碗 尖底瓶 落斗 斧 钢 等等 器具的讲究 说明粮食丰富 遗址中的生产工具也多种多样 这些新发现的器物都证明 当时的人们曾创造过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 刚才出土的这件器物呢 是件比较典型的养生物化晚期的套器 它是一件这个叫这个连口钵 新街遗址 前邻悠悠的坝河 北山 向阳 这里的黄土台地和流水 共同滋养了大地上的植被 构成人类移居的理想场所 种种证据表明 新街遗址的史前文化 直到最终灭亡的时候 他们的粮食和财富都依旧非常丰盛 血生遗失不可能是因为食物的匮乏 可到底是什么异样的力量 迫使这个富足的部落最终灭亡呢 新街遗址的总面积达到三十万平方米 这里曾聚集着两千多人口 在四千五百多年前的养烧时期 这是一支极其强大的部落 新街遗址居民的财富 多得足以让他们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 玉环 石环 桃环 放尸 绿松石珠 鱼形古坠 各种材质的基 相寄出土 这些玉器 竟完好的在罢河支盼的史前部落居住地 保存了四千几百年 相关学者研究新街遗址的玉器后鉴定 这些玉器的原材料并非来自别处 而是来自新街遗址所在的蓝田 蓝田玉 是中国古代的名誉 唐代诗人李商尹 曾有美好而朦胧的诗句 描绘蓝田玉的缥缈衣景 蓝田日暖 玉生烟 据文献记载 在秦代 初定天下的秦始皇 命丞相李斯采蓝田玉来制作玉器 可最早发现和认识蓝田玉美好质地 并把它们开采出来的人 并不是李斯 而是新石器时期的人类 新街遗址出土的大量蓝田玉 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经人类加工的蓝田玉 玉器在当时的其他遗址也有很多发现了 但是这次发现是在蓝田玉的故乡 是和这里的玉资源有密切的关系 玉器在这个时期的普遍出现 包括它制作工艺 制作形式的复杂 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它是和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密切相关的 所以玉器本身带有礼器的性质 它和社会等级 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繁复的玉器加工等级的分化 会不会造成这个强大的部落居民内部 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呢 这些矛盾足以导致整个文化的衰落吗 然而新街遗址中留给后人的气骨 根本找不到内部战争的迹象 难道还有更强大的外族 把这个盛极一时的部落毁灭掉吗 深入研究这些工具 人们竟发现了另一个 很有可能跟新街遗址部落 发生联系的文明 新街遗址的除了玉器以外 还出了一些跟玉器加工有关的工具 包括钻孔切割等等 从它的种类形式来看 和当时其他遗址 就是我们知道的 比如说三星堆 还有其他遗址的工具 制作方式都差不多 就是按照咱们传统一句话 琢磨 这是制作艺器的主要的制作机法 两个不同地方的人们 都运用了同样的制育工艺 这些史前人类 已经拥有较高水准的制育技术 和一定规模的加工作坊了 可三星堆的古蜀国在四川 跟陕西西安隔着一座秦陵山脉 古蜀国的人们 有可能翻过秦陵 把新街遗址的部落毁掉吗 四千多年前的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考古工作进入到了最艰难的时期 考古人员不放过任何的细节 对六十四个坦方 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果然 一个新的发现 仿佛让人们找到了一些 新街遗址部落 突然消失的现象 在一座编号为F3的房屋遗址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具 大型动物的骸骨 台湖所在的房子 总面积约六十八平方米 房屋室内东北角 保留着大面积的白灰地面 质地密实坚硬 房纸中部有一个近似圆形的造纸 这座房屋正是史前部落居民的日常居宿 可在这座貌似普通住所的房屋遗址里 竟有一个长方形的垫基坑 每具大型动物的骸骨正安放在这个垫基坑中 也就是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 人们竟用大型动物来做垫基 为了保全这幅巨大的骸骨 专家们用大量的石膏做定型 定型完毕后 再把骸骨跟周围的泥土一起 整体提取 经过整整一天的提取工作 考古人员才把巨型动物的遗骸 完整地运送到实验室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让专家们大吃一惊 这竟是一匹驯化了的马的骸骨 新街遗址的文明层 距今约4900年至4500年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最早驯化了的马匹 用马匹来电击自己的居所 这在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中 真是闻所未闻 马 牛 羊等牲畜 在史前人类的生活中 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和食物来源 能用马来做房屋电击 说明新街遗址文化部落 已经拥有大量的牲畜 他们训养的马匹数量该有多少呢 这些马是用在农耕还是用在战争呢 数千年的岁月已经流逝 也许人们永远无法解开新街遗址 驯化马匹的谜团了 但马匹的出现 确证了当时新街部落居民的生产水平 已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部落 四千多年前的古蜀国人 即使能翻过秦岭 也不能轻易毁掉 这个拥有大量马匹的 富足发达的部落 可到底是什么 是新街遗址的部落 在鼎盛的时期突然消失了呢 几块形貌古怪的淘气的出土 把学者们的思路 引向另一个方向 我们在新街的发酵中 遇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器物 这种器物刚出土的时候 大家都不认识 一般都有直角 一面磨得非常光 细明红桃质 出土的时代也是非常的明确 一般都出土在养烧晚期的灰坑里面 一致出土的这七块长江型泡器 均成平面直角板状 厚三厘米 淘气制作精良 考古专家根据遗址中发现的地面建筑判断 这七块特殊淘气 很可能就是最早的砖类建筑材料 然而 在此前的研究中 人们确定中国最早的砖 出现在西州早期 也就是公元前一千年 而新街遗址所在的年代 是公元前两千九百年 至公元前两千四百五十年之间 难道在新街遗址中生活过的史前部落 已经提早将近一千多年的时间 掌握了烧砖技术吗 我们对这些器物做了一些初步的鉴定 认为它和这个早期的砖是有关系的 对它的这个抗压性 吸水率 浸度 强度 都做过一些测试 和后来的西州时期的 旱代的一些砖瓦都做过对比 认为它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一种砖 和砖一块出土的 有一些碳粒 和那个动物骨骼 通过这个碳粒和动物骨骼的测定 测出来的年代是 距离四千八百年左右 这个和我们判断的 养烧往期时代也是一致的 这里的史前部落 竟将人类烧砖的历史往前推了将近一千六百多年 学者们估计 当时的砖 主要用于固定房屋墙角 以防土皮疯化 用了砖的房屋 比一般的房屋更加稳固 砖的烧制 让人们直观的觉得 新街遗址的古代部落 在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上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新街遗址发现的这个砖 目前来说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砖 砖虽然是建筑材料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砖 用砖的建筑和不用砖的建筑 完全不是一回事 用砖的建筑 它的规格 规模 它等级高得多了 只有那些高等级的建筑 大型的建筑才能用砖 所以 新街遗址这个砖的发现 本身就表明了 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 已经建立起来了 砖的制作需要优质的泥土 和大量的水源 新街遗址所在的台地 完全满足了制砖的需求 坝河之盘的第一块砖诞生后 人类的居住环境彻底改变了 从此 人们的住房有了更坚固的材料 去遮风挡雨 几千年后 在坝河沿岸 还诞生了享誉人类文明的 秦砖汉王 时至今日 砖 依旧是人类居所的 重要建筑材料 最早经人类加工过的蓝田玉 人类烧制的第一块砖 几乎都同时诞生在新街遗址 新街遗址的史前部落居民 已经开始对大自然 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和利用了 然而 这样的史前部落在发展到 让人惊叹的高度的时期 竟在极短的时间 消失殆尽 还有什么更为巨大的力量 能在瞬间 毁掉一个高超的文明呢 新街遗址史前部落的消失 依旧是个难解的谜团 可人们没想到 在发觉到两座房屋遗址的时候 竟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一座标志为F2的史前房屋遗址里 人们找到了大灾难的痕迹 这是一座将近80平方米的居住房子 这对史前的人类而言 已算得上是非常考究的豪宅了 然而 正是这座被精心装修过的豪宅 它的房屋居住面 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房屋遗址附近 堆积了大量红烧土 其中还有很多剥落了的墙皮 这座房屋曾毁于一场巨大的火灾 这场大火是意外还是人为 在另一座编号为F1的房屋里 也有被毁坏的迹象 这座房屋的墙体和地面都遭到严重变形 倾斜的角度极其夸张 有什么力量能把房屋扭曲成弧形 专家们在倾斜的房屋里 做地层解剖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不仅仅只是这座编号为F1的房屋的地基 发生严重倾斜 整片遗址所在的地层 也都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和错位 在遗址的下层 大量细砂从地层深处的裂缝中涌现 在一般的考古现场 很少出现这么多细砂 裂缝里填充着的棕色细砂 到底从哪里来 研究人员顺着这些裂缝往地面观测 发现这些裂缝从下至上越来越窄 甚至闭合 也就是说裂缝并没有到达地面 这些沙子并不是从上方灌下来 而是从地下往上喷出的 这正是大地震才具有的喷沙现象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我们就结合遗址发现了另一些喷沙现象 具体而言就是在一些灰坑中 有很多从下而上的一些 含有沙子的一种脉状的这种裂隙 后来请了这个安徽省地震局的专家来看 确定无疑 就是因为地震造成的这种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 这里曾经发生过极强烈的地震 从遗址的破坏程度推测 当时地震的震绩 很有可能达到七至八级 或许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震绩相当 大地震几乎断送了一个超越同时代的 史前部落风化 使得远古部落居民建造的居所 被掩埋在厚厚的土层之下 直到几千年后 才得以重建天日 各遗址的生活区 并没有发现人类死于天灾的遗骸 曾经的部落居民不知所踪 或许 他们从大自然中 得到某些地震的预障 于是放下手头的工作 跑向他处 或许 他们在匆忙和绝望中 现出部族中的少年 作为最高贡品 祭祀神明 安抚苍天 曾经居住在新街遗址的部落居民 到底走向何方 时隔四千多年 人们已经不可能知道 他们的去向了 虽然新街遗址 那种超前的文化 由于天灾而突然中断 没能带给周边的文化 以更多的惊喜 可在随后的历史中 人们并没有远离 这两条河流 从一百万年前的 蓝田人遗址 到新石器时期的 谢湖遗址 半坡遗址 再到老牛坡遗址 在罢河 这条万古长河上 文明的脉络 有序的延展 汉唐盛世的首都 依旧建立在 这两条河流 环绕的台园上 新街遗址 它的现在所处的地位 我们看 面河被删 这是长期 人们生活经验的积累 对于居住位置的选择 特别是冬天 西北风被删荡住 而它又是向阳的 向东南的 是吧 有这个足够的光线 温暖 所以当时人们 已经总结出了 丰富的生活经验 和选择居住场所经验 这个一次延续到现在 中国的水利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一个方面是保护大自然 保护环境 避免灾难 地震 还是水灾 另外一个方面 水也是为了保护很漂亮的 很美丽的一个环境 不光是为了农业灌溉 还是因素方面 也是为了人的生活的 唤醒 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核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经意 同学法满留 因主因从不尽头 为将缠绊 万不良 远古时代 在拥有更大的能力 去征服大江大河之前 人类选择小河之盼 作为自己的栖息之处 中国的先民们 一旦能够控制渭河 乃至黄河以后 他们的活动范围 便逐渐摆脱环境的诸多限制 从小河走向大河 便开创了滔滔黄河郁郁的 灿烂的中华文明 然而 为什么在如此适宜 人类居住的坝河沿岸 唯独新街遗址 这处超前的新石器时期文化 会与地震呢 为什么在坝河流域中 会生发出这种奇异的文化 目前考古人员的发掘工作 已经告一段落 但整片新街遗址 也只发掘了五分之一 还有两万四千平方米面积的遗址 尚待发掘 也许在将来更多的考古发掘中 关于新街遗址的各种谜团 将会一一解开 也许在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中 又会发现更多的谜团 沿着悠悠罢河 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 留待后人不断地去探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